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这个题目同学们看一下它出处是什么呢 是全国奥林匹克民族圈 是吧 民族圈 给少数民族做的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也就是说 主要是给少数民族地区 比如说像广西啊 它是壮族自治区 对吧 但它里面有没有汉人啊 也有 对不对 有汉族人 那么其实呢 它可能就跟我们一般常见的题呢 有点点区别 它方法是不是比较怪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呢 它说呀 有三个分数已经给您排好大小了 但中间这个分数呢 分母是不知道的 对吗 对 现在要叫你在方框里面填一个整数 最是整数 使得这个排列成立 那么问要填的整数是多少 还真怪 不用你比大小了 直接比出来了 只叫你填那个框框是什么 是吗 好 那同学们 它已经给出大小比较的话 那同学们 我们可以反过来用是吗 嗯 我们知道分数比较大小 我们最常用是不是通分 没错 包括通分子通分母是不是 嗯 在这里同学们讲 能用通分的方法吗 不能 不能 你怎么知道的 它的分子分母都很 很恐怖对不对 但是毕竟它是可以的呀 我们来看一下吧 好 你看 这三个分数的话呢 比较大小了 那我们可以把分子变一样是不是 可以 可以吧 可以 只是难点而已 其实会出人命而已 但是也不至于这么脆弱是不是 咱很坚强呢 羊坚强嘛 对不对 小强 小强 小强是蟑螂吧 是吧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三个分数呢 要比较大小的话呢 比较出来了 你可以通分子变成一样式吗 可以 但是也有点问题 你知道这三个通分子 比如大周变一个数的话 是不是都扩大几倍 那这个是可以扩大的吧 但这个没法扩大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呀 是吗 有的老师我假设它是X 这道理也可以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扩大以后就变几X了 对 那你发现这是不是有点麻烦你发现 是吗 是有点麻烦的 因为他本身就不知道对吗 好 这个方法 暂时把它扔一边好不好 好 那通分母 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 还是不行 没法通了 因为分母直接不知道 直接死掉是不是 嗯 没办法知道 还有什么方法 鱼做叉 是不是 嗯 不行 没法做叉 因为我这个是跟一本来也不太接近 嗯 这个呢 更加不知道了 是不是 死掉 浓度 浓度不行 因为这个相差多少 二 这个相差 七 七 这个相差 不知道 不知道 死掉 还有什么 做相不行 因为也不知道分母对不对 对 好像无从下手了呀 怎么办 凉拌 完了 好 在这里呢 同学们有没有想到我那个呢 还记得就我那个A分之B那个吗 大于C分之B这个的 我认识什么方法 噔噔噔 交叉相乘 这比较大还是那比较大 呃 前面的大 那比较大 那比较大 对 我还忘了我那写的八字的 我那八字多好看呀 一平一纳嘛 就是这样相乘 是不是 应该是B乘以C大于A乘以D 是不是这样的呀 嗯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了呢 你想 在这里的话 我看右边 是不是我比你大 嗯 就像九分之一大于框分之八十吧 对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对 同样道理 这边是不是 框分之八十大于三十一分之二十四 嗯 也可以用这个 嗯 所以说我们教学是可以用什么 交叉相乘法的 所以说我们的知识就是交叉相乘法 好 我们看解决过程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一定是前面的大于后面的对吗 对 用那个一平那那个性质对吧 嗯 那现在我们就来了 要前面大于后面 我们看这里的话 就变什么呢 是不是框分之八十大于谁 大于三十一分之二十四 是 好 我们交叉相乘 来告诉老师 是不是 八十乘以三十一大于二十四乘以框 是不是这样的 哎 好了 那么在这里框是不是有一个范围的呢 对 是不是 你想啊 我两边是不是同时除以二十四 嗯 说明这什么呢 来告诉我 说明什么呢 八十乘以三十一除以二十四 但是大于框 框 两边同时除以二十四 没有问题吧 没有 没有问题 框有一个范围 有点像放松吧 你觉得是吗 嗯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看这边 是不是九分之七大于框分之八十的呢 嗯 我们知道一定是左边比较大 才能满着那个一铁一纳那个顺质对吧 嗯 那推出什么 那推出什么 告诉老师 七乘以框大于什么 九乘以八十吧 那同样两边同时除以七是不是 嗯 那我们发现框大于谁呢 框大于九乘以八十除以七 是不是这样的呢 没错 是吧 好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把它简单算一下 我们是可以算的 然后我们就发现框小于谁呢 这里就把它算出来 发现框啊 我写在这啊 框刚好小于一百零三点三 当然这是约等于的 明白吗 嗯 好 这边 框大于这个 这个我们算完呢 是可以发现 它大概是一百零二点八的 那你发现框的范围 是不是出来了 嗯 框B是什么数 整数 哎 框B是整数 一百 比一百零二点八要大 比一百零三点三要小 整人是谁 一百零三 一百零三 所以框框就写一百零三 同学们 用实的交叉法 这个方法就交叉相成法 是不是反叉的服务 是不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对 爽的爽的 爽歪歪的是吧 爽歪歪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 来 是不是根据这个呢 嗯 是不是 当然在这里呢 有个小小的错误 同学们你发现了吗 嗯 你没发现 或者说你 将要发现 这应该是D吧 哦 是不是 A乘以D嘛 B C嘛 它都是AB了 是不是 嗯 好 没发现同学 只有一个原因 懒惰 没看视频 不认真看 不把视频当回事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怎么说呢 同学们我们前面说了 比如说有一种盐水 对吗 嗯 那么它浓度是A分之B吧 它浓度是A分之B 是不是 那你往它上面里面加糖 那么比如加M糖 就变成了什么呢 B加M 除以什么 A加M吧 因为他们都证明说 是不是它比较大的呢 嗯 浓度 加糖以后 它浓度肯定大嘛 是不是 嗯 这里是不是针对一种 溶液 一种糖 盐水 嗯 一种盐水你往里面加 又是两种盐水呢 就可以做这道题了 哦 同学们想 这里是不是一种盐水 嗯 这里是一种盐水吧 嗯 是不是 嗯 这种盐水浓度是不是 81分之24 嗯 它浓度是不是7分之9 嗯 我一旦把这两种盐液混合 注意听哦 这是 注意听 看我的手 这个 叮嘟 这是31分之24 嗯 这个 叮嘟 是9分之7 我把这两种盐液 到混合 形成新的 一类盐液 这类盐液浓度 一定是 框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嗯 能理解吗 能 是不是 比如你把一个浓的 跟一个蛋的混合 混合以后呢 是不是它浓度 就比蛋的那个要浓 比浓的那个要淡 对 是吧 那么这道题就一个意思了 那同时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就相当把这两个混合成它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的糖 这就是盐 是不是这两个盐相加 没错 你是不是变56 扩大几倍 8倍 它是不是也得扩大8倍 嗯 所以说我们来解释一下 24 31 这种盐 跟哪种 跟9分之7 这种 混合起来 我呢 要变糖 盐是80 那么我是不是要变56 加它才是80 嗯 变56扩大几倍呢 8 8倍 那么下面是不是也扩大8倍 变多少 72 72 是不是 嗯 这是56吧 那么同学们看一下 现在这两种盐液混合起来的浓度 就变什么呢 是不是这两个相加等于80 嗯 这两个相加等于多少 是不是103 嗯 那你发现它的浓度 是不是介于这两个浓度之间呢 对 巧不巧妙 很巧妙吧 嗯 是不是 我的新的盐液浓度 一定介于这两种盐液之间的 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而我是由这两个分数 分子加分母得到 分子加分子 分母加分母得到了吧 嗯 那下面就有个结论 如果两个分数都是真分数 那么 他们分子跟分子相加 分母跟分母相加 形成一个新的分数 新的一个新的分数 看我的嘴巴 新分数 新分数 那么这个新分数 是不是介于原来两个分数的值之间呢 嗯 我们把这个新分数叫什么分数呢 叫加乘分数 它怎么成为 就加 加起来 而成为它的 叫加乘 明白什么意思吧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用一个结论 那就是任意两个分数 把分子和分母相加 分母和分母相加 那么所得到的分数叫加乘分数 那么加乘分数呢 它的值介于原来两个分数之间 我们是可以用浓度来表示的 嗯 我们看一个式子 来 是不是这样 分子跟分子相加变它 分母跟分母相加变它 我这个新分数是介于两者之间 没有问题 是不是相当把两种原来获得起来 是吧 嗯 哎好 那同学们 这道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呢 是不是 把九分数变成这个 它加它是不是刚好八十 那我加它是不是等一百零三 听懂了吗 没有问题吧 没有 好那么这个题我们就讲完了 一个方法呢 就刚刚我们的交叉相成 另外一个方法就我们浓度的方法 都好 是不是 嗯 好 那么同学们在这里呢 需要注意 教题答案唯一吗 唯一 还真唯一 因为你框框看算出来 它是一百零二点八 到一百零三点三之间 嗯 唯一的整数就是一百零三 这是only one 对不对 嗯 好 同学们 修琴讲到这里 实际上同学们 把我们浓度方法 好好体会一下 休息一下 Tet Garmin 没关系 没关系 除了